昨日,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公告,经国务院批准,自2023年1月8日起,解除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,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,不再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管理。 当前,我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,面临新形势、新任务,工作重心从防感染转向保健康、防重症。 实施以类以管,是综合评估病毒变异、疫情形势和我国防控工作等基础上做出的防控策略调整。 是实施求是,因时因事,优化完善防控措施的主动作为,是为了不断提升防控工作的科学性、精准性、有效性。 实施以类以管,对新冠病毒感染者不再实行隔离措施,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,不再划定高低风险区, 不再对入境人员和货物等采取检疫传染病管理措施,对新冠病毒感染者实施分机分类收治,并实时调整医疗保障政策。 检测策略,调整为院检进检。 调整疫情信息发布评测和内容。 实施以类以管,绝不是放开不管,重点是强化服务和保障,要抓实抓细,医疗救治资源准备。 着力做好群众用药需求,全力做好老年人、儿童等重点人群的防护和救治,特别是强化老年人疫苗接种和健康管理,切实加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。